要說一些不開心的事 真是你老美 很煩 其實不是這一宗先的 應該... 這個是後續來的 是因為這個是後續來的 這個是今天立法會的後續來的 我應該要找回... 哎...寫火 那... 唉...唉...這個 這個是第二天來的 第一天下面下面 下面... 剛才有一個第一天的情況 這個是第二天來的 是啊...等等 上面... 是... 是... OK... 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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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得回所有東西了 好... 厲害 無法無天的政府部門 無法無天的香港政府... 我這樣說 整個政府都是這麼漂亮的 我不能理哪個部門 哪怕那個... 哪怕那個食環署 嗯... 他們現在都是這樣 是啊... 審計署就出了一份報告 嗯... 應該這麼說 在報告其中 是關於入境處的部分 因為審計署 基本上是整個政府部門都要審計一次的 行公兩席嘛 這個是... 港英政府的最優良的 之後我們也是這樣 我們也是這樣 我明白 但是這個是港英政府的 無關出來的 是啊... 不怪得了 這些真的是你們的標準 西方民主標準 審什麼計署 我覺得應該被國安處取代 應該是 應該是 有什麼需要審計署 全部都... 你審計香港政府 你就是嫌香港政府做得不好 你就是有懷疑香港政府有可能做得不好 那就是你散播仇恨 令人討厭香港政府 是 這個是國安法 所以我覺得國安官署可以取代 所有審計署的職員全部過底 都好啊 他們說都好啊 都好啊 正啊 是不是可以快些輪到宿舍 好了 在新一份的審計報告裡面 檢討入境處 就懷疑 調查懷疑 假結婚的工作 便力出個案 就說 只有一名懷疑假結婚及重婚的香港男子 處方多年追查不果 最終涉案男子被發現 已在本港醫院離世 查別人假結婚 查到別人死了 你都未能查完 其實很輕縮平常 人家要審查你一個政府部門 人家的工作就是要做這件事 他審查你政府部門 當然是拿你一些個案來做例子 當然是審查你的不足 還有你做得好 他不會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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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計不是這樣做的 審計處不會說 因為你做得好讚夠你 我就查過了 入境處過去這一年的表現非常之好 效率十分之高 因為一定有事做得不好 一定有事做得不好 是不是 不要說這麼大的政府 你小小可能一間公司 每年要做工作表現評估 一定會被人找到一些不好的東西出來 一定是要挑選你的做得不好的 但是不代表你沒有人公家 對 還有你這件事做得不好 你不是代表 他只會說你不好 他不會說你好的 所以其實你只有這件事不好 那你還想怎樣 所以他不會去審計報告 機場的入境處 就做得很好 就能夠保持著每30秒 就過一個人 人家不會做這些事情 但是不是 人家入境處處長就不是這樣想 對不懂刑事調查的人 互亂批評 深表遺憾 這樣 他就 呃呃呃呃 咦 咦 啊 是這裡 這個 詳細一點的是這裡 不要緊 大家繼續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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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嚴厲地批評 一聲不懂刑事調查的人 胡亂批評執法部門的個案處理手法 嚴重破壞入境處的專業形象 但其實他之前有一個報告出之後 他有回應傳媒的查詢的時候 他說得很溫和 入境處 被人吵架了 當然是溫和 因為審計處已經回應 第二天就馬上回應他 部門首長就應該避免公開反駁審計結果 因為我出了這份報告 其實這份報告是要拿到立法會討論的 因為我家有一個專業 很專業給人知道 他對這些簡直是滾瓜爛熟 他說每次出一份報告之前 因為審計處也是一個審計的部門 他的公開聆訊就是一些上市公司公開的資料 在這個公開資料出現之前 一定是給各個部門的丫頭去看過 要得他們承認才可以出這份報告 如果你要反駁 不是別人出了這份報告 之後才會反駁 是別人出給你看了 你承認 你承認了 我才會出的 你不承認 你不進去 我會再改 大家要再談 究竟有什麼問題 在這裏出現 而不是我出了 之後就反駁 喂 怎麼搞的 怎麼搞的 你幹嘛對我 但別人是給了你看 即是現在就是有人沒有看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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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沒有看 有人看樓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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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香港政府已經降落到這樣 不奇怪 這個歐家宏是什麼人 我有看過遺跡 1988年加入前人民入境事務處 任職助理入境事務主 即是什麼呢 吸引那些 即是 即是 在櫃檯那裏 瞇一瞇你 瞇一瞇你 拿一份文件進去 那些做到現在 那你就知道了 哦 OK 你就知道了 都說是散仔 是啊 這些這麼專業的事 你就留給那些 專業的人來做 原來你根本都不認識 不是 即是他 但不是 我那個人 審計報告應該是他看過 歐家宏 他是不認識的 你有沒有看過審計報告 我特地去看審計報告 那些字一般人是不認識的 但每個字都明白 就算是中文換回中文 英文更加不用說 你換回中文 即是字都懂 加碼一起 我就不知道什麼 是 因為他不會很 他可能跟你十冤九仇 那他一定會把你握回 但不然他都會用一些很軟轉 很不帶情緒色彩的字去寫 所以你不會覺得是太大的黑感覺 除非你很細心去看 除非你很細心去看 因為人家真的逐個個案 拿出來 因為人家真的中立去看 他不會像你這樣 一來就說 一些不懂刑事調查的人 胡亂批評 他不會 你在那些字裡 入境處長 當初你真的負責扔印 你不會在他們那些 我們那些報告裡面 用什麼胡亂批評 不動刑事 這些帶有情緒色彩的字 你又知道人家不懂 這件事我又有問過 你又知道你懂 你肯定自己懂 我有問過 其實做審計 你不是各行各業都要審計 你一間大公司審計 一間可能是核數師樓 不是每樣工作都懂 你去八街 你又要認識 入貨嗎 你又要認識 橙是什麼 從哪裡來 你又要一塊 如果你去一間 就是毒品調查科 要認識製毒 不是 這個又不關審計 你要了解 他這樣說 不懂這個刑事調查 我說你要了解 我又問 你要了解一個行業 或者一間公司去做些什麼 可能審計一間製作公司 他真的不懂拍攝 但我負責來檢查你的數目 不是 審計不只是檢查檢查 大家對於審計 你的工作量 不是 都不是 是你工作究竟有什麼漏洞 哦 是 就是數目是其中一個 但最主要是看你工作有什麼漏洞 可以做得更好 是 審計不是代表刑你出來 是 他的原意是 希望你做得更好 是 因為你總有要甩漏的 是 你有能本事 你就做出來 我抓不到你又甩漏 其實真的難 那當然 但是 但你就要朝著這個目標去做 而不是一來就起床 這些就是沒有讀過書的人做 是 以為人家屌咬你 對 人家根本就不是這樣 因為你的工作一定是有漏洞的 然後 我還要說 他怎樣可以去 可能是 我不會拍片 那怎樣可以去審計一間 或者是核素製作公司 所以他們會去那個公司 跟著就約那些部門 通常都是阿頭 因為一間大公司 就很難約所有人去 說究竟是怎樣 所以 他們會用大約幾個月之後 原來發覺你們真的是 吃飯多過拍戲 那你的錢就不用吃飯多了 即是他們會用一段很長的時間 頗長的時間 去了解一間公司的運作 即是可能 如果一間很大的公司 可能要三個月 只是去看 未寫報告什麼都沒有寫過 只是去看 你們的工作流程 你做什麼 錢的走向去哪裡 哪一個成本最大 即是他們會了解得很清楚 然後之後才 即是 雖然他了解完 都未必是會寫的 是 未必會做 但他大致會了解你們的情況 然後再看一些數據 就會看到究竟你有什麼漏洞 即是他都會大致了解 所以 你去跟一些做過審計的人說 其實他們 懂得很多不同行業的工作 因為他們要對不同行業的工作 所以大致上 他都會懂他們一般的流程 即是你很深入的人當然不會 即是很技術的人當然不會 即是審計的入境處當然不會開槍 但他知道你去怎樣捉人 還有知道你的子彈多少錢 還有知道你究竟有多少人沒有抓到 這些全部都是真憑實據 還有最好笑的是什麼 審計處列舉了一個個案 就是說他調查了七年假結婚 結果查到他死也查不到 原來他有回應 入境處發言人說 已經對這個疑犯 多方面調查及追蹤 為多次突擊家訪調查不果 即使以把有關人士的資料傳入電腦內 疑犯他一直沒有使用入境處服務 最終從死亡登記系統發現疑犯已申固 那信不信辦事不力 我已經報下了天羅地網 但也抓不到 他就是不忍過海關 原來他不去旅行 他連申請回鄉證都沒有來過 他都要去入境處 你那年智能身份證都沒有換 他又死亡了 那不關我事 天羅地網 是那個狡猾 原來真的不用外出 但不是這樣 這件事就是證明你這個系統有漏洞 原來天羅地網 只要他死亡了你就沒有他扶 而且他過海關就沒事 這個就是你的漏洞 他可以未死的 他一直不用你 不使用你入境處服務 原來你就沒有他扶 這就是你的漏洞 對不起 我收回 我不應該這樣說 漏洞 漏洞 不是你的漏洞 不是你的漏洞 是漏洞 帶人家找到出來 你就看不到 什麼時候都是外人看你的時候 你看到你的漏洞 你自己也承認 是啊 你自己也承認 不是我們冤枉你的 你是報下了天羅地網 還是抓不到 你查不到他 然後審計處處長說 部門首長 其實所有的審計報告 未公開發表的時候 所有的部門 不是政府 所有上市公司 都不可以公開去講這個審計報告 因為其實還未正式出 你說了 我唯有出 但是不是 都說這個政府現在很好 他幫你 他幫你拆 入境處罕有斥審計處胡亂批評 立會帳目 立法會帳目委員會 主席石禮堅 審計會開會之後 決定不會就審計處第76號報告 即入境處相關章至召開公開聆訊 解決問題 其實不是的 我問過 普通大會不開就行了 如果真的有人這樣 這份報告是不可以用的 即是有人公開 對 有人公開說過 這份報告是不可以用的 為什麼 因為其實還未正式出 如果你當你是一個上市公司 如果有人說了這件事 其實會影響你的股價 這是一個嚴重的事件 即是入境處洗 嘩 叫洗橫手 是的 洗橫手是我們的高智慧才想到的 他純粹是發脾氣的 他想到不可以說的 什麼要我上市公司才可以出的 其實很難的 如果我不是說剛才那些事情 其實大家對於審計報告怎麼出 都可能沒有這個概念 剛好就因為我家裡有些專業人士 我可以問一下他 他才可以解釋到 一個審計報告從未有到出 究竟是有什麼程序 所以 就算可能你做到很高職位 但其實 你對於審計報告是怎樣去做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其實現在你不是看到很多程序 就是一群小丑在那裡 在那裡吵完之後 哦 什麼都不用做 收工 講完 不過他們又沒有監管 不過如果你在一個公司裡 如果你胡亂去公開審計報告 其實你是 我不知道是否會犯法 我記得好像是犯法 不過我沒有問 我先問清楚 我不知道是否會犯法 即是在業績報告出之前 那不是業績報告 那是一些公開審計報告 即是由未去到業績 業績就是公司的贊蝕 我經常在想 不是業績報告的時候 沒有人會看這些事情 其實是沒有人看的 但是你一定要做 但是你一定要做 所以你看 你看 我們有一次說了 聰明的人是不會入政府 就是這個意思 駁你不到 你是不是找到這些 由扔印扔到去 由扔春到扔印都是這麼忘鉤 對 你發脾氣 你 你的報告還沒寫好 你就發 那時候就說 你寫好就說 要我進頭嗎 不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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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醜 這樣 好 除了這個入境處 亂交禁離之外 還有 這個厲害 我覺得這個厲害 我還有 問我那個家人 我說這兩個究竟是誰不對 審計處不對 還是入境處不對 什麼時候這些事情 當然是說那個不對 那倒是 人家審計處 我照正常做 誰叫你出來 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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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 所以審計處是誰被拘捕 又是說他不問完 那一定不是問完 那一定不是問完 誰說 誰說你這麼多口 對 說一定不對 所以審計處的聲明 我看鄭松泰說 他就說收得皮 但是他就把持著自己的專業 就是說審計處收皮 是啊 哦 即是審計處收得皮 好像我剛才說 但是人家就是把持著自己的專業 總之我不說 我什麼都不說 那責任就不在我身上 是 就是你 那隻李謙你說 不作公開零訊 那又是你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那就是 今年入境處就沒有人理 沒有安管 是你們的問題 是你們的問題 不關審計處的事 所以入境處的招讀 李家超叫審計處不要再出聲 不是叫入境處不要再出聲 沒有規沒有矩 沒有規沒有矩 你看看你養的狗 真是 入境處 聰明一點 保安局長 聰明一點 發聲明發上癮 是啊 可能是他們教的 之前可能他們內部經常都說 當然是先發制人 出了聲明先發制人 咬他先什麼 可能他們習慣了 但其實你想一下 一個政府部門 就算一個公司裡面 其實最大的就是審計部 香港警察說不是 那個警察叫他 沒有理由 叫他 神經病誰有槍 如果是這樣說解放軍比你更大 對 解放軍比你更大 對 所以習近平為什麼這麼大 三軍總司令 三軍總司令 四點左右 上水石湖在街市對開的空地 一名便庄警員巡查期間 折查一名身形肥胖穿灰衣的可疑男子 即是這個 旁邊這個 這個 期間灰色衣服的男子拒絕合作 用便庄警察發生爭執 期間有人大聲叫囂 挑釁警員說 打我啊 你打我啊 打打 其實不樂乎是這些 這個是非常傻的做法 並一度取出利器對子 街坊見狀以為兩名徒人打架 因為這個便庄真的很便庄 真的很便庄 結果報警求助 其後便庄從袋 是拿出配槍 我又覺得搞笑 這個便庄 第一件事 不是先拿違規證出來 是先拿槍 先拿槍 先拿槍 如果我看到有一個人 突然在街上拿槍 我真的以為是賊 是的 因為 我就是覺得現在的警察 不要說現在的警察 以這名警員為例 我針對這個 這個 其實 你問我 我相信委任證 他應該之前已經拿了 我這樣說 我這樣說 他應該之前拿了 沒有人看到 因為通常 當然是爭執之後 那些人才開始回憶 爭執之後才開始舉機拍 肯定 我相信他之前是有的 但好了 到他不合作 他挑釁你 我眼看你這裏都隔兩米幾三米距離 是 他挑釁你 就算他袋裡拿出力氣 還要是什麼力氣 指甲槽 原來是指甲槽 原來是指甲槽 我以為是關刀 然後有人來增援 結果這個人都被人制服了 好 問題是 之後的事情我覺得沒問題 正常程序 但我要回帶的就是 這一下 為什麼要拔槍 對 當你在三米距離 在現場的環境 是沒有人有即時的危險 沒有 你見到街坊也很平靜 他們都站得很遠 拔槍 除非他協持人 譬如我這樣說 譬如我這樣說 又或者他手持著的力氣 已經是去到伸手 就已經可以傷害到人 或者其他人 其他人 你拔槍 我們都說過 其實如果他的力氣可以 扔到你 你都未必要拔槍 因為你可以制服他 我相信因為警方 是受過專業的 你自己喜歡說的 專業的分裂 你應該還有警棍 是啊 如果你說他拔你氣 脅持人 你拔槍 我覺得很正常 因為我覺得你拔槍 那件事 其實是找自己拔 我現在在呼籲 其實我們講過很多次 你一拔槍 就代表別人都可以搶到你的槍 這是其中一件事 另外就是 你拔他就開 真的 你不要這麼傻 你不要這麼傻 你不要學江頭樓上 你拔他就淫不開 不就只有一個傻 你拔槍 其實你拔槍 他這麼近 你 有懂得少少武學的常識 你都知道這麼近 我來打走你的槍 比你快開槍 是 有機會 有機會 你拼膽拼膽 看看你開得快 還是我跑得快 你問我 民權監察組織 沈偉南也有說 拔槍出來 下一步就有機會開槍 開槍是一個致命武力 我覺得這些都比較斯文 而是 你作為警察很尷尬 人家都說 你已經開槍了 那怎麼辦 接著 你想想那個尷尬 你拿槍出來 我開不開槍呢 你叫他放下刀 放下刀 你不是刀 指甲錯 放下你的指甲錯 街坊聽到會笑你 首先 你回到警察的同袍也會笑你 不是吧 一枝指甲鉗也搞不成 要開槍嗎 陳Sir 一枝指甲鉗也搞不成 嘩 下次跟老婆叫煞 你等著 你 喂 先叫陳Sir 你有沒有欠錢 他搞不成 你要被人笑 真的好 因為你開了槍 其實你剛才說得對 你拔槍要預先開 我相信他拔槍沒有想過要開 就是傻 就是江頭柳sir 江頭柳sir 江頭柳sir 也是因為 你拔槍 原來是拔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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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是 但這樣也做警察嗎 附警 可能 還有他變裝 可能他的眼鏡是喬裝 不是 對 對 養醜臭毒 沒有什麼 沒有說這樣 沒有可以當警察 那倒是 退休後 都叫他出來做 那倒是 三尖八角 那些警察 不像警察 脫皮脫骨 可不可以 就算我知道 你現在 要嫁一下也不嫌棄 我們上集先說過 好人好者不要當警察 要當警察又怎樣 起碼要有張健昇 對 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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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少是這樣 最少是這樣 你這樣就不要當警察 你這樣就不要當警察 做保安 我知道警察現在 人手短缺 那你也不是那麼隨便 找些人去做 藍於充數 現在 我們真的不是笑他 我真的笑他 我不是笑他 我真的好言雙向 你真的有做保安 我覺得 影衰香港警察 我真的影衰 大佬 影衰 你想怎樣啊 你 人人應該成龍那樣 你看看你 你做什麼 真的 你想想在這個情況 你開槍 因為 你最愚蠢的是 你拿了槍出來 如果你本身 你想想當你開槍 心理準備不足夠的時候 你是沒有手再去處理任何突發的事 是啊 如果他有同黨 你突然間多拼幾個出來 在後面拔你怎麼辦 你不要說同黨 突然間有個 看到你保安的樣子 握著槍的 心突然間 心慌一慌 不要說慌一慌 別有用心 搶了你的槍 是 跟他沒有關係 是 那你也糟糕了 是吧 還有你看 同袍真摯 那些同袍是手持伸縮警棍而已 是啊 他們都拿警棍 已經勒令灰衣漢坐下了 所以正路來說 正路來說 這個人沒有運行的了 沒有運行的了 停收皮 是啊 拿著 停收皮 淋收皮前有一棵柴 算很好的 是啊 但是我對於現在的香港警察 即是不予寄予厚望 可能是警務處長來的 將來他早日 他在登基那天 不知道新聞會不會有說 盧偉聰就當頒獎 剛才他早上說 曾經在上水公園 在上水公園 制服了一個 指甲槍 的疑犯 昨天回去檢查 原來他精神失常 真是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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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亂請 謝謝 你要充數 也要看樣子 你要像警察 要找一些黑黑實實 拖平頭妝 那些 起碼樣子 先像 SAMMA那些 SAMMA那些 不是像黑警 SAMMA那些 你很難 SAMMA那些 就對了 另外就是這件 對 對了 你媽媽這四個字 SAMMA很流利 是 做完SAMMA真的適合做警察 是啊 哈哈哈哈哈哈 這樣 那 NOW工程師 已經是2014年的時間 都還在拉拉扯扯扯 採訪的時候 就懷疑被警員搶走 這個女梯 就是他們平時用來 爬高拍攝的那條梯 其實正常的那條梯 只有三四級 左右 並被多名警員拳打腳踢至身體 多處受傷 精神受創 日品向律政司索相 嗯 案件今天也續審 問題就是 我覺得這句對白就厲害了 嗯 是這句對白就厲害了 屌你媽媽襲警 嗯 我經常都說 我說屌你媽媽 你以為我真的想和你媽媽搏東西嗎 當然是說 我說屌你媽媽 不代表我想約你媽媽搏東西 或者我不是 我不是因為我想侵犯你媽媽 而她說這句話 好 這句話大部分 因為我想說是 在現場 即是 警員 我記得之前有報道過這件事 就是說 當時 那個情況都混亂 嗯 警察也都戒備狀態 嗯 戒備狀態 在一個這麼緊張的情況之下 屌你媽媽 絕對不是一個適合的台詞 我想說 是啊 你在任何一個混亂的環境 任何一個可能會發生衝突的地方 不要亂說屌你媽媽 不過這些又很難怪 當有時候你忍不住自己 就要說出來 即是好像我們有時候踢球 即是火起 就是一說完就打架了 反而不是紅牌趕出場 即是打了先 打了先 打了先 停賽一件事 紅牌一件事 打了先 其實這些就是 其實之前有些 可能是一些 19年社會運動 那裏有時候都會 有些市民都會這樣叫 那些官都說 其實你如果說了這些字 這些幾個字就是挑起了 當時的人的情緒 曾經有個阿叔 他是藍絲 他是藍絲 他在旺角 他本身是一輛車輛 後來有人在街路開出來 他在車輛車輛裡面 就吃光 然後他就下車 然後警察就吵你媽媽 然後就被人摸了 官就是這樣說 雖然你是沒有意 但你嚴重挑起當時的情緒 因為當時周圍有很多人 就是跟你一樣 跟你一樣 你說完 你也是沒有意 我也相信你是沒有意 那通常都沒有意 通常我就沒有意 沒有人 我是為了想跟你老母幫忙 而說起老母 通常你無意 但你就是 影響了那件事 但不是 因為我們市民 我們市民無意 我兩解 但你是專業的 是 我們經常都要強調 香港警察是專業的 不是 我們強調 他們自己都強調 因為據報道所說 現場片段顯示 這個警員潘景林 在制服李小龍 那個記者 曾經大叫 你媽媽 襲警 法官就問他 在指控前說粗口 是他個人的習慣 還是警方的傳統 我覺得這個法官問 這個問 我支持你的 潘景林 我也是 我覺得這個法官很笨 對 沒有東西找來講 我也是 你當時的情緒 是不是很令人激動 你只問他這些 神經病 是個人習慣 還是警方傳統 他說不是 只是衝口而出 那誰都是衝口而出 還是我們也誤會了這個法官 你表現給他位置 他沒有理由 他問他是不是衝口而出 對 法官大人 這樣就好像很羊 就是不介意做狠狗 對 這樣 因為 在他這件事之前 潘景林在接受控方盤名的時候 他問他有沒有表露警察身份 在制服李小龍的時候 最初又說沒有 之後又說不肯定 對 對於他在記事冊和公辭裡面 他沒有提過自己曾經表露身份 但是否認自己沒有說過 因為紀錄冊和公辭應該要將 在整個過程中 應該是在整個過程中 你有做的事情就要說 因為香港的法庭 你是可以不記得 你是可以不記得 但是有些事情 你是不記得 沒有說 還是真的沒有說 這就是法庭的功能 我就是要理解你這件事 不過我們之前很久很久 很久很久 有說過 我們有看過一個報告 我們有說過一個報道 這些情況 好像是外國的報道 他說這些情況 就是混亂的情況 可能是社會運動 所有的事情 越拖得久 對於被告 就越有利 我們曾經說過 因為很多事情你都不記得 因為他都會不記得 你哪會記得 你的法官問你有沒有說過 但問題 現在這個情況 潘景林這個警員的情況 就是這樣 就是因為隔了這麼久 而是 我問他 他自己都不記得 當時在口供上也好 記事簿也好 在他的功詞裏面也好 他自己急的什麼 他連自己都不記得 而他這個不記得 唯一一個解釋 解釋是什麼 就是你講謊 如果那天你有說 你怎會不記得 有些重要的事情 你一定會記得 你可能細節那些 就未必記得 可能被告會穿什麼鞋 你當然不記得 對 你先拔他左手 你先拔他右手 混亂期間 你真的可能會記錯 但是 你有沒有表明你警員的身份 你記錯 你說屌你老母這一句是什麼 你自己都不敢否認嗎 但是結果 那個法官也有問他 If you are not sure How can you not agree 如果你是不肯定 為何你會不同意 人家只這樣問你一件事 你已經 即是 其實 你已經告訴了一半 我當時有可能是說謊 在口供上 口供上 口供上說謊 所以 所以 法官也要跟你說 你不要侮辱我智慧 不過我覺得 這個 潘景林 都是不適合做警察 是嗎 因為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又用回 我們上個星期所說 你都還有一絲 內疚覺得 會自己說謊 對 你會不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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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也是不適合做警察 被人多撮兩撮就爬底 不肯定 做警察 不行 不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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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是回去做謊話仔 你媽媽就適合你說的 是 或者我這麼說 如果你潘景林 認真的 如果你潘景林 將來要轉向他做謊話仔 記住 在砰友的現場 不要亂說謊話仔 真的 你可能就是你 令到事態失控 本來 原本好地地 本來是在搭杯 對 還在撕牙籤 對 突然間他吊起老母 全村人就追著你來打 對 所以真的在這個混亂場面 真的不要這樣說 吊起老母 你問我 剛才他為什麼會一來就說 吊起老母 集警 其實他就是要為自己制服你小龍的行為 壯膽 給一個理由 集警 你沒有理由 你當時是不小心碰到我 只不過手掌碰到我 還是怎樣也好 我先說了他 就跟當日在金鐘地的集片 誰在網上那邊 那個是一模一樣 是不是也先吊起老母 但吊起老母這次的字 我想衝口而出也是 不過壯膽大一點 可能是 壯膽的程度大一點 下次壯膽說其他事情 網天擊殺 好多啊 對嗎 對 好多 好多 好多